11月9日 第四屆全球华人少年书法大会总决赛 在中国文房四宝之城安徽宣城举行 来自中国 加拿大 法国 马来西亚 日本等国家的百余名少年同台竞技 以书法济情 以书法会友 书法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也是世界文化艺术的璀璨的珍宝 写好中国字 做好中国人 可以使人明智 陶冶性情 那么这个活动我们也想 本着这个目的 进一步的发掘全球华人青少年的 对书法 对中华传统文化艺术的热爱 此次书法大会 共有八位马来西亚的华裔少年入围总决赛 据马来西亚书役协会主席黄瑞庆介绍 马来西亚至少有20万人在学习书法 在学校里 华文小学 中学中 都设有着完整的华文书法教育 而大学的书法选修课也深受学生喜爱 因为我觉得说能够我们在海外 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教到第一 不忘本 我们的根源 我们的祖国 我们的祖先是从中国来 然后我们尽量让他们有机会去学习中文 那学习中文其中一个最好的就是学习书法 胡婷婷是一位马来西亚华裔 她在一所华文中学上学 目前学习书法已经有四年时间 掌握了《行凯》和《草书》两种书体 并多次在马来西亚国内的书法比赛中获得奖项 我学习书法不是偶然的机会下学习啊 是因为说生活中有接触到很多中国文化 比如说我们学校会把书法纳入是B考课里面 然后第二我们在家是讲华语的 父母常常教导我们说 我们身上都留着华人的血统 然后也不能忘记记的根 然后就才接触这些书法 然后又传授我们自己的文化 据了解 本届全球华人少年书法大会 于2019年6月15日在北京正式启动 并面向全球华人少年征集书法作品 报名总人数已超10万人 覆盖海内外20多个国家的200多个城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未经许多点 不难办 同时期设计